材料清单,熟透的大香蕉4根,带皮种750克左右,迪金面粉300克,鸡蛋4个,220克左右,小苏达6克,泡达粉10克,玉米油无味食物油100克,白糖100克,生核桃仁100克,28斤盘1克,将香蕉放入盘中,用勺子,压成泥,方式量大,香蕉的分量多少20克左右都行。 加入鸡蛋,植物油搅拌均匀,将低线面粉,泡达粉,小苏达过筛,泡达粉和小苏达一定要用量少磅,不要盲目的相信你的电子秤,这样做出来成品是吃不到减味的,将过筛后的粉类加入拌好的香蕉泥里,用划刀上下翻拌均匀,翻拌至没有干粉就可以,不要过度搅拌,将搅拌好的蛋糕糊倒入烤炭,如果不是不粘烤炭, 请铺好油纸,我不想刷烤盘,所以也铺了油纸,在桌子上振几下模具,振去表面的打气泡,让蛋糕糊尽量的厚薄均匀,下面撒上一层白碎的核桃仁,实在没有核桃可以用芝麻,或者你喜欢的干果带气,烤箱晕热热180度,将烤盘放入烤箱中层, 烤下火35-40分钟左右,表面上晒满意,请及时加盖系纸,自己将烤箱的温度自己掌握,不要烤焦了,成品图,烤的时候满无飘香,趁热脱模,倒扣在亮网上,撕去上面的油纸,贴成你喜欢的大小,浓浓的香蕉味,夹杂着核桃的香酥,好吃到停不下来, 再来一张贴面图,成品蓬松柔软,而且方法简单,新手也不会失败,从准备到成品一个小时就完工了,你要不要试一试呢,小贴事一,小苏打和泡打粉不放不行,小苏打超市有卖,名字叫做食用小苏打,不是简,关于有很多些反应蛋糕,之前有简问这个问题,我想问一下,可能大家用的厨房电子车, 撑几克的东西不太灵敏,建议用小样勺,鸡蛋不用打发,不用打发,香蕉一定要用熟透的,因为要给小朋友吃,糖量已经非常低了,喜欢解糖的宝宝们请慎重,同时洗甜的清门可以适当增加20克糖,此方可以用450克土字磨剪半做,普通烤盘也能做,烤盘大的话,烤出来的蛋糕就会饱, 如果用圆烤盘,蛋糕糊倒入模具气氛满,蛋糕后,就要适当点长烤去的时间,关于核桃人,家里有什么放什么,生的熟的菌壳,没有核桃人的话,也可以撒着嘛,或用你自己喜欢的坚果蛋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